中俄为制裁令书由北韩美预联合国谴责 美国持续施压北韩放弃核武之际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 美方指控中国与俄罗斯为反联合国制裁令 向北韩出售精炼石油产品 川普政府本周敦促联合国委员会谴责中俄两国 一份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北韩制裁委员会准备的解密情资简报指出 中国与俄罗斯业者持续协助北韩进口油品 甚至运用先前受制裁的邮轮 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设定的输油上线 美方认为相关制裁促使北韩上谈判桌和华府谈判非核化事宜 中俄按住北韩并放松制裁压力 将破坏美国与联合国说服平壤放弃核武的计划 川普6月在新加坡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后 期盼平壤兑现非核化承诺 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日前访问平壤疑似未陷到金正恩 平壤之后还指责华府提出快速弃核式流氓般要求 川普9日在推特发文影射北京可能因美中贸易关系紧张 在北韩背后下旨倒旗 报道指出西方情报单位多次目击 先前受制裁的船只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禁令 向北韩输油 美国今年曾赞扬北京 以前所未有的力道执行国际制裁 减少中国与北韩边境的贸易和资金流 但美方官员表示 中方近期不再严格执行制裁 并指中国可能担心华府与平壤关系加温 恐使北京在非核化谈叛边原化 有损中国的区域战略优势 与此同时 美国与联合国官员指控俄罗斯企业和个人暗住北韩 某重程度上可让莫斯科透过代理人继续对抗美国 这份未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 今天集会撰你的简报 特别点名中国和俄罗斯 除列有书网北韩的详细日期 货物 邮轮和交货量 还包含部分邮轮被逮到违反制裁令的高解析照片 去年12月 联合国在北韩试涉州计谈到非谈后宣布追加制裁 规定北韩每年进口精炼石油产品上限为50万桶 简报指出 美国认为北韩已超出联合国所设上限 中俄必须立即停止向北韩出售维系经济和军事命脉的关键油品 就等到每天都考虑了 美国设计判 点击